欢迎收听大安纪时 我是吕鹏 在爱尔兰 为了不饿死 抢钱杀人是可以饶恕的 但是为了满足性欲 杀人就是不能饶恕的 爱尔兰的法律 更多的是关注活着的人 即便是凶手也是一样 我在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工作的时候 同一办公室的是位爱尔兰女警察叫露斯 三十来岁没有结婚 人特别善良 他告诉我 他当警察好多年了 就负责一件事 打击儿童色情犯罪 这是他的专业 欧洲许多国家色情业是合法存在的 但是任何涉及儿童的色情活动 都是要被绝对禁止的 对成人来说 他们有成熟的心智和理性的判断能力 不论男女 能掌控自己对色情的态度 而对于儿童来说 他们是弱势群体 身心成长的过程是需要特殊保护的 所以法律要严格保护他们 后来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建立了一个儿童色情犯罪的信息中心 电脑中全是儿童色情信息和千奇百怪的色情照片 中心是绝密的 露斯是为数不多的能进入和在那里工作的警官之一 有一次他曾友好的请我进去掌掌见识 我想还是不要惹这个麻烦吧 2001年3月中旬的一天 露斯对我说 两名中国留学生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被杀死了 爱尔兰是个天主教国家 杀人案件极少 两人被杀更是少见 是都柏林甚至爱尔兰历史上极为罕见和凶残的凶杀案 震惊社会 我当时在国际刑警组织任职 听到中国人遇害 责无庞贷 我立马赶了过去 专案组的负责人叫约翰 个头不高 身材略发福 浓眉大眼 长得端端正正 他的职位相当于我们分局的刑侦支队长 专案组墙上贴满了视频截图照片 下面写着时间和地点 还有一块白板画着一幅房屋示意图 约翰开始向我介绍情况 2001年3月14号凌晨一点 位于都柏林北部西区的国王北街黑厅广场公寓的居民 被一声巨响惊醒 这个公寓2A号居室爆炸起火 2A对面住家的女主人 第一个打开房门跑了出来 在走廊上撞见了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 这个男子吃惊的看了他一眼 就仓皇逃走了 居民报警几分钟之后 消防车救护车和警车呼啸而至 由于火势过于凶猛 2A号房门又反锁着 消防队员费了好大力气才破门而入 将大火扑灭 发现床上有一男一女两具尸体 尸体解剖发现 这两个人在起火前已经被勒死 男死者手臂上有绳索捆绑的压痕 火灾调查专家和警方很快就断定 这不是普通的失火 而是一起谋杀纵火灭祭案 都柏林七区警察局正式立案 现在已经查明的是 男死者名叫岳峰 1981年7月20日出生 辽宁人是都柏林戴姆街英语学习中心的学生 主修英语 业余时间呢 在城南的巴林蒂尔酒吧打工贴补灵用 女死者名叫刘晴 1981年5月9日出生 黑龙江人 是格拉夫顿大街天鹅训练学院的学生 主修英语 业余时间在马拉海德区一家中餐馆里面打工 两个人呢 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2000年3月 先后到都柏林留学 并且同居了 邻居们反映 平时跟这对中国留学生打交道不多 他们呢 也不太跟外人来往 但见到邻居的时候 总是客气的笑着打招呼 特别是女孩子的模样 十分可爱 他们所在的学校反映 他们是好学生 坚持每天来上课 从不迟到和旷课 学习成绩也不错 爱尔兰警察在侦查中发现 死者的朋友不多 来往比较多的是一个叫雨洁的人 警察提取了公寓楼入口门厅的摄像机记录 录像显示雨洁的活动十分可疑 他几近几出 似乎与死者被害 有着某种对应的联系 他也是最后进出死者家的人 此后录像上再也没有出现活着的月风和流情 这就是那些视频截图显示的内容 提示雨洁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约翰把视频截图从墙上摘下来 按照时间顺序一一的摆在我面前 3月12号下午5点51分42秒 雨洁来到月风家楼门口 按门铃 月风出来为他打开楼门 两个人说着笑着并肩走进了月风家 此后月风再也没有在录像中出现过 一个小时以后 刘晴回家 用钥匙打开楼门进去 踮起脚尖 扒在信箱上 看里面有没有信 然后回家 此后刘晴再也没有在录像中出现过 一小时三十分钟之后 雨洁独自一个人离开月风和刘晴的家 3月13号上午10点 雨洁再次独自来到月风和刘晴家楼外 这回啊 他自己掏出钥匙打开楼门 他穿的夹克衫里面鼓鼓囊囊的 从没有完全拉上的拉链缝里 露出了一个塑料瓶口 他用钥匙打开月风和刘晴的家的门就进去了 一小时三十分钟之后 雨洁手里提着一个装有东西的塑料袋子离开了 那夹克衫呢 也不古了 3月14号凌晨一点 雨洁再次进入月风和刘晴的家 此后不久 月风和刘晴的家爆炸齐火 雨洁从房中逃走 迅速的从楼门又逃跑 邻居们在走廊里乱作一团 现场啊 发现了多处写指纹 尤其是月风的眼镜上有一枚写指纹 经过比对与雨洁的指纹一致 在雨洁住处还发现了月风的物品 雨洁解释说 是月风回中国过春节回来送给他的中国食品 据此爱尔兰警方认定雨洁涉嫌此案 雨洁 南 1977年11月10日出生 也是辽宁人 2000年1月 以学生的身份来爱尔兰 到学校缴费注册之后 并没有上学 在都布林非法打工 时常出入赌场等地 情况和主要证据介绍完了 约翰直截了当的问我 认不认为雨洁有犯罪嫌疑 这个案件之中 公寓大楼入口那的监控录像 很能说明问题 好像一双眼睛直击了整个作案过程 那时候啊 国内监控录像并不多见 我还是第一次领教监控录像 在破案中的直观作用 我说 岳峰出来给雨洁开门 两个人说笑着回家 说明他们原来没有什么矛盾 应该是在并肩走进岳峰家后 两个人翻脸了 然后岳峰被杀死 雨洁坐等留情回来 留情回来的时候 岳峰已经死亡 雨洁在把刘情杀害 从刘情回家 到雨洁离开 有一个半小时 应该是刘情进房间之后 没有立即被杀死 结合月峰手腕上 有绳索捆绑的痕迹 说明他们被杀前 都有一个时间过程 很可能是雨洁讨要什么东西 最大的可能就是要钱 第二天 雨洁冒险回到现场 应该是找东西 说明前一天杀人之后 没有太大收获 临走啊 提了一个袋子 估计也不会有多少值钱的东西 他衣服里藏的应该是助燃剂 准备焚尸灭剂 但是白天人多 不方便动手 这才作罢 他第三天夜里再来 就是焚尸灭剂来了 我估计助燃剂是汽油 雨洁经验不足 以为汽油烧得快 烧得凶 其实汽油遇到明火 就会引起瞬间爆燃 连爆带烧 一下子就过去了 而不是慢慢的燃烧 反倒没有把尸体完全焚毁 听我说完 约翰补充说 他们呢 请2A对面的女邻居 辨认了这些照片 女邻居一口咬定爆炸起火时 走廊上撞见的人就是雨洁 他们已经找到了雨洁买汽油的加油站 售货员认定雨洁曾经用塑料瓶到加油站买过汽油 警方还拿到了雨洁买汽油的票据存根 爱尔兰警方的调查 可以说是丝丝入扣 一环套一环 认定雨洁是这个案子的重大嫌疑人 应该是铁板钉钉了 我看了这两个年轻人生前的照片和基本信息 月峰啊 一米八的大个子 戴眼镜 瘦瘦的 丝丝纹纹的 刘晴呢 长得非常漂亮 眉清目秀 皮肤白皙 个头有一米七 照片上的他笑得非常可爱 这两个年轻人就这样命丧他乡 不由得让我深感惋惜 约翰不客气的给了我一堆火 主要是通过电话与死者国内的亲属联系 弄清楚一些情况 电话打给岳峰的父亲时 他正沐浴在澳大利亚温暖的阳光里 欣赏着国内卫视台的电视连续剧 他是个生意人 这些年赚了一些钱之后 与岳峰的妈妈离了婚 又娶了一位太太 生下的小孩移民到了澳大利亚 现在啊 在中国和澳大利亚两边跑 他听到岳峰的死讯 非常难过 说随时准备来爱尔兰 料理儿子的后事 花多少钱都行 希望我能帮助他 岳峰2000年第一次去爱尔兰时 随身带的三万美元 就是他父亲给的 我把电话打给刘晴母亲的时候 他的母亲呢 已经是气不成声 他和刘晴的父亲离婚之后再婚 现在听到女儿的死讯 虽然心里难过 但是考虑到现在的家庭 也不好多说什么 他把他弟弟的电话给了我 让我以后直接找刘晴的舅舅联系 刘晴的舅舅告诉我 他本人原来当过警察 能扛事 有什么事直接与他联系 刘晴家原来住在黑龙江 母亲离婚之后 带着刘晴到沈阳嫁了人 母亲呢 现在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 原来靠亲戚朋友接济 现在靠丈夫养活 他希望我理解刘晴母亲的处境 辽宁公安机关已经和他联系过 正在帮助他办理去爱尔兰 处理后事的手续 我从电话里了解到 岳峰和刘晴在国内时是同学 家庭的变化使他们成了多余的人 两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很容易就走到一起了 他们高中没有毕业就一起来爱尔兰留学了 岳峰和刘晴的父母也就是我这个岁数 甚至还没有我岁数大呢 可是已经经历了离婚 再婚 丧子丧女等一系列人生重大变故 我没有办法体会他们生活的不幸和情感的魔力 特别是像刘晴母亲那样 根本没有机会和权力表达丧女之痛 更是常人难以承受的 同时这两个风华正貌 如花似玉的孩子的死 虽然不能算在他们的账上 但是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 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应的担当呢 我一直没能联系上岳峰的生母和刘晴的生父 心里特别惆怅 死去的孩子们可能也在呼唤他们吧 电话打得差不多了 我把情况综合一下和约翰进行讨论 我认为雨节的作案动机极有可能是为了钱 虽然岳峰家里比较富裕 但他们在爱尔兰已经生活了一年 学费生活费租房费交通费三万美元 应该花的差不多了 岳峰被害时手里应该没有多少钱了 交往中雨节知道岳峰的父亲很有钱 他刚从国内过春节回来 他父亲不会不给他钱 所以雨节误认为岳峰从国内又带回了大笔现金 因此动了抢劫的念头 殊不知 2001年春节 岳峰的父亲因为生意不顺 并没有给岳峰多少钱 只给了四千美元 岳峰呢也没再多要 说自己刻余时间打点工 也能贴补一下 作案过程 应该是雨节和岳峰 一同进房间之后 就逼岳峰给他钱 可能一开始是借钱 也可能一开始就明说是抢 岳峰说自己没有钱 雨节肯定不相信 认为岳峰诚心不给他 两个人动手之后 雨节把岳峰捆了起来 凡是杀人钱 把人捆起来的 都是为了要什么东西 东西还没有到手 一时半会不会让被害人死 最后也没有问出钱来 为了灭口 把岳峰杀死 雨节坐等刘晴回来 再去逼问刘晴 刘晴的回答肯定也是没钱 雨节又把刘晴杀死 第二天早上 约翰开车接我到专案组 指着白板上的房屋示意图说 今天呢 我们就要去抓捕雨节了 我看到房屋示意图上 一格一格标示着房间 格子上标着居住者的名字 这是一幢留学生合住的房子 从名字看里面住了很多中国留学生 有一男一女合住的 有两男一女合住的 还有几个男的和几个女的合住的 我当时感到十分震惊 十点时我们到达现场 我看到几个便衣警察 在这个街区的各个角落里 时隐时限 他们生怕雨节跑了 这几天呢 一直有警察悄悄的守在这 昨天晚上 他们又守了一夜 约翰吹了声短促的口哨 突然从旁边一辆车上 跳下几个全副武装的特警 静止朝着雨节住的房间 冲了进去 约翰拔出枪来 紧跟着也冲了进去 我一看毫不犹豫的跟了上去 由于有示意图的指引 我们直奔雨节的房间 雨节裹着一条毯子 正睡在一张三人沙发靠背后方的地板上 示意图上啊 连这个长沙发都画上了 一个特警上去一下子就把他死死的按住 约翰紧跟着冲上去 手枪的枪口并没有对着雨节 一字一顿的说 你可以保持沉默 可是你所说的 有可能在法庭作为证据 我一听 这太熟了呀 这是在国内多少次 从电影电视剧里边看到外国警察抓人的时候说的呀 我猛的想起我的职责 立即把这段话翻译成中文说给雨节 雨节早被这个阵势吓蒙了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赶紧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呀 他小声回答说 雨节 我大声的用英文 把我的问话和雨节的回答重复了一遍 约翰紧绷的神经 才稍微放松了一下 我缓了一口气 看了一眼雨节 原来只是一个身高一米五几的小个子 人长得又黑又瘦小 月风可有一米八呢 不可思议 给雨节戴上手铐 压到了车上 约翰把手枪收起来 拉着我挨个房间搜索一遍 这个房间里 我们惊起了一对裸体鸳鸯 那个房间里 又见着了衣着不整的几男几女 他们呐呆的望着我们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些房间里气味难闻 肮脏不堪 酒瓶乱滚 剩饭剩菜 发霉变臭 卫生间里更加龌龊 真是触目惊心 如果他们的父母看到这一切 还会含辛茹苦的支持他们出国吗 中国学生来爱尔兰 到学校读书的不到两成 更多的学生为换取签证 每年汇报一所挂名的语言学校 根本不去上课 只是打工挣钱 有的呢 连工也不认真打 整天就是瞎混 枯燥的生活 让很多中国学生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一晚上少则输几百爱棒 多的就是几千爱棒 我和约翰回到车上 语杰在后排静静的坐着 我载他一侧坐下来 一位年轻的爱尔兰警探 在另一侧坐下 约翰开着车 驶回七区警察局 路上我轻声的对语杰说 你在这里犯了罪 你要很好的和警察合作 爱尔兰是天主教国家 没有死刑 希望你明白 语杰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人押回警察局了 语杰先接受了一番 从外到里的检查 一位留着凉撇小胡子的高个子警长 负责记录他身体情况和随身物品 我在旁边翻译 语杰是从睡眠中被抓走的 口袋里除了有核烟和打火机之外 什么也没有 警长给了我一张纸 上面是要我向语杰宣布他的各项权力 比如要不要找律师等等 其中有一条 如果被捕的是外国公民 要问他愿不愿意通知其本国的使馆或领事馆 我问语杰 他毫不犹豫的 说不了 我从这张纸上还看到了这样的规定 如果被捕的是美国人 无论本人是否同意 一律要通知美国在当地的使馆或领事馆 可见美国对本国人的重视 忙活了一通之后 准备开始训问了 训问室很简单 大约15平方米 房间一侧有一张桌子 两位爱尔兰警察 并肩坐在桌子后面 宇杰隔着桌子 坐在他们的对面 我坐在桌子的顶端 正好在他们的中间 我的任务呢 就是全程翻译和全程中文记录 在两位爱尔兰警察背后正对着宇杰的地方 装着训问同步录像录音设备 这个设备是一个镜头 同时录三盘录像带 负责训问的是约翰卡罗尔 是位刑警 高高的个子 脸上留着亚麻色的落腮胡子 两天的工作接触 我与他已经很熟悉了 他走进训问室 带着塞安格莱纳警长做助手 卡罗尔当着宇杰和我的面 拆开三盘录像带的包装 分别塞入同步录音录像设备的三个槽里 他对着镜头说 现在是2001年3月22日14点57分 地点是都柏林七区警察局训问室 我是约翰卡罗尔 刑事警察 助手是塞安格莱纳警长 这位是佐纸金 国际刑警组织特种官员 要对涉嫌谋杀案的宇杰进行训问 现在开始 然后他转过身来 开始对宇杰训问 卡罗尔说 你可以保持沉默 不会被强迫要求做什么 你所说的都是你愿意说的 你说的话和回答的问题都将被记录在案 有可能被用作法庭证据 你讲的话也被录音和录像 也可能被用作法庭证据 你听清楚没有 你的权名是什么 宇杰 请说出你的出生日期 1977年11月10日 你明白被捕的原因吗 我知道 是因为你们告诉了我 说我杀了人 我们正在调查 岳峰和刘晴被杀案 是 请你说出你所知道的 有关这个案件的全部情况 我知道的 我已经全部告诉你们了 你在爱尔兰住多久了 14个月 3月13号 你去没去过USIT 卡罗尔说的呀 这是一家房屋中介公司 宇杰说去过 什么时间去的 下午两三点钟 你去的时候穿什么衣服 蓝甲克 请你说出全身的衣服 还有灰色的棒球帽 黑牛仔裤 白色运动鞋 你手里提的什么东西 不记得了 好像没有提什么东西 请再确认一下 是不是空着手去的 在我的记忆里 我是空手去的 也许是拿着什么东西去的 你最后一次去岳峰和刘晴家 是什么时间呢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愿意再说了 你为什么不愿意再说了 因为我说的太多了 请说出最后一次 见到岳峰的时间 我不想再说了 因为我已回答过许多次了 律师告诉我 不要说太多 请你说一下 3月12日的活动情况 我不愿再说什么 第一 我到这里是为了打工挣钱 与其他来读书的不一样 我白天晚上都要干活 非常紧张 我没有严格的时间概念 有些时间说不准 第二 以前你们已经问过我这些问题 我也回答了 你们也记录了 我不愿意再确认什么 你们把我关在这里 12小时以后 再要问问题 请去找我的律师 律师让我怎样回答 我就怎样回答 你过去有岳峰和流行家的钥匙吗 没有 现在有吗 没有 我不愿意再说什么了 过去我是协助你们调查 现在你们说我是杀人犯 如果你们硬说我是杀人犯 还出示了什么证据 我也没有办法 你们要的情况 过去我都说过了 我不愿意再说了 今天你们把我抓来 这里所有中国人都知道我是杀人犯 以后我在这里怎么待下去 你们不能确定我是杀人犯 我就要和你们打官司 咱们到法庭上去说理 这时候卡罗尔转过身来 对着摄像镜头说 出示在USIT拍的照片 随后又转过身对宇杰说 那是谁 是我 这些照片都是USIT中的监控录像机拍下的 时间是3月13号中午12点 编号为YU1 YU2 YU3 YU4 YU5 YU6 YU7 YU8 这上面的人是你吗 是我 你手上提的包里是什么东西 我记不清了 包里是我在麦当劳穿的工作服 上衣和裤子都是绿色的 那天我先到一家房屋中介公司 我想换住房 公司给我一些资料 我把它们放进包里 然后我到了USIT 然后我去麦当劳放下包 就到市中心去了 这些USIT内拍的照片中的人 都是你吗 是我 这张编号YU10的照片是你吗 这和YU9是同一张照片 刚才最后看到的YU9和YU10两张照片 是岳峰和刘情家大楼门厅摄像机拍下来的 时间是3月12日 17时51分42秒 你能认出这张编号为11的照片中的这两个人吗 这是我 旁边的是岳峰 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和你的律师商讨一下 然后我们再继续 现在是16时25分 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讯问不知为什么就告了一个段落 当向YU杰出示岳峰和刘情家门厅摄像机拍摄的照片时 YU杰被惊呆了 显然这是证实他涉嫌杀人的重要证据 按照我们中国警察的办案做法 这些证据是出乎YU杰意料的 他没有丝毫心理准备 是最容易突破他心理防线的时候 爱尔兰警察费了半天劲绕了一个大圈子 最终就是要YU杰承认3月13日下午出现在房屋中介公司USIT的人就是他自己 而这个人就是3月12日下午出现在岳峰和刘情家的人 等于YU杰承认了他就是进入杀人现场的嫌疑人 就在这时负责登记的那位小胡子警长推门走进询问室 嘴里旁若无人的大声念叨着 2001年3月22日下午4030分 警长进入讯问室 讯问室内一切正常 被讯问人精神良好 按照爱尔兰法律的规定 讯问嫌疑人时 大约一个小时 警长就要进来巡视一次 要求他口头描述讯问室的情况 录下来作为证据 警长走进宇杰问他 你感觉怎么样 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有 挺好的 那你需要喝水吗 不喝 要吃东西吗 不吃 如果你要抽烟就可以抽 我们这个地方不进烟 随后宇杰点了点头 要离开时 警长告诉宇杰 爱尔兰政府免费为你找了一位律师 你现在需要不需要见律师呢 宇杰一开始说不想见 后来一想 还是见吧 在警长安排下 宇杰被带出讯问室 到另一个房间里去见律师 见律师时 不但爱尔兰警察不能在场 连我作为翻译也不能在场 真不知道他们语言不通 是怎么沟通的 这一见就是一个多小时 这是法律赋予宇杰的权利 警方是不能嫌时间长的 我们只能耐心的等着 好不容易讯问得以继续 卡罗尔说 现在是十七时四十分 我们继续进行 宣布你的权利 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 刚才你去见律师之前 你看过编号为十亿的照片 你认出这里面一个人是你 另一个人是岳峰 对吗 是的 我给你看十二号照片 你能认出这里的人吗 这是开门的照片 我打开的是外面的铁门 岳峰打开的是公寓楼门 我给你看十三号照片 你能认出这上面的人吗 可能是刘晴 我给你看十四号照片 你能认出这上面的人吗 这是我 我给你看十五号照片 你能认出这上面的人吗 是我 我给你看十五号照片 我给你看十五号照片 你带着什么东西 自行车 谁的自行车 是我的 你从哪里弄到车的 我花五磅 从一个爱尔莱小孩子手中买的 我不认识那个小孩 是在四十路公共汽车中点站买的 我给你看的十六号照片上的人 是你吗 是我 是我离开时的照片 什么时候离开的 大约一点 是不是夜里一点 是的 我给你看十七号照片 你能看出这上面的人吗 这是我 我给你看十八号照片 你能认出这上面的人吗 我不能确定这是刘晴 我给你看十九号照片 你能看出这上面的人吗 是我 我给你看二十号照片 你能看出这上面的人吗 是我 在十五号照片上 你是怎么样进去的 我拿钥匙开的门 你从哪里得到的钥匙 岳峰给我的 什么时候给的 大约两个月前 岳峰回国前对我说 如果你没有地方去 可以住在我家 岳峰也担心 他从中国回来时 把钥匙忘在中国 所以把钥匙交给我 我刚才问过你 有没有那个房子的钥匙 你说你没有 是的 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把事情说清楚 你现在还有没有这个钥匙 没有了 钥匙在哪呢 我扔了 扔哪了 我把钥匙扔到河里了 为什么要把钥匙扔到河里 我害怕 为什么害怕 我要一个机会 把事情从头说起 可以 事情要从岳峰刘晴 回国前说起 岳峰说这次回国 他要办两件事 一是过年 另一个是要做点小买卖 他们回国之后 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大概是他们春节回来第三天 岳峰打电话 让我去他们家 我当时正在公共汽车上 没时间就没去 他们两个人回来之后的 第一个星期二 我到了岳峰家 我问他们在国内过得怎么样 岳峰说不好 我问他为什么不好 岳峰说我有麻烦 我问他有什么麻烦 他说他想从中国进点货 但是没有进城 我问他你想进什么货 岳峰说他想买些艺术品 然后给我看了几张中国画 他说他回国前 有人给他钱 让他买艺术品 可他在国内把钱花光了 没买艺术品 岳峰原本想回爱尔兰时 他父亲能给他些钱 就能把钱还上 但是他父亲生意上不顺利 没能给他钱 岳峰向我借钱 我问他要多少 他说至少一万美元 我说我没有那么多 岳峰让我尽量多借些钱给他 如果不行 他说他只能 等他姐姐来的时候 带钱给他 嗯 让我们集中讲星期一后的几天 也就是3月12号 13号和14号的情况 录像带换过了 现在的时间是18时35分 星期一我起床之后 下午去岳峰家 岳峰给我开的门 我进屋之后聊起做生意的事 岳峰说没有什么大事 他说他想喝酒 我就出去 但没有买酒 因为我知道岳峰不高兴 我不想让他喝酒 转了一圈回到他家 我想走 岳峰说再待一会儿 等刘晴回来 等刘晴回来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 大约8点钟 我离开的 你离开时 岳峰和刘晴都还活着吗 是的 嗯 请继续 我到134路公共汽车站 与刘莎莎会合 一起去了电子游戏厅 我们玩到大约10点 就到离家最近的酒吧喝酒 12点钟我们回家休息 请说星期二的事情 我10点钟起床 我想找房子 就去USIT 路过岳峰家的时候 我想起还有我的东西 在他家没拿呢 我就下车去取 按门铃 没有人答应 打手机 也没有人接 时间不多了 我只问最后一个问题 星期一和星期二 你买没买过汽油 我记不清了 现在是18时54分 我们停止 讯问再一次停止 这次不是要见律师 而是按照法律规定 讯问一段时间之后 要让被讯问人休息一下 特别是到了临近吃饭的时候 整个讯问过程中 宇杰一直不停的抽烟 我问宇杰想吃东西吗 他说不饿 我建议他吃点 看着他在讯问室里 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 我放心多了 不管人在多么艰难的时候 只要能吃就好办 看来他从身体到精神 都没有事 今天讯问中 一会儿来个医院的医生 取宇杰的血药 说是要送到医院里 去做DNA检验 一会儿来个法庭科学实验室的 技术员 用一块玻璃 按在宇杰的耳朵上 取走了他的耳阔印痕 说是要做比对 一会儿又来个技术员 给宇杰又是拍照片 又是按指纹 取足迹 还有一个技术员 背了个录音机来 让宇杰讲了几句话 录下来走了 爱尔兰的法庭科学技术检验 和鉴定工作 不属于警察 由各个专业部门负责 各取各的证 负责检验鉴定的是中介机构 立场是中立的 同时为警察和嫌疑人两方面工作 他们的结论更加客观可信 这些专业机构没有政府财政的支持 是自行运营的医疗 或是法庭科学实验室 政策灵活 专业性强 没有行政干预 集中了许多专业能力很强的技术人员和专家 拥有更多的先进科学仪器 便于提升检验鉴定的技术水平 这些取材中 只有耳阔印痕的检验鉴定 没有在中国开展 其他的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在欧洲 耳阔印痕是个常用的证据 因为每个人的耳阔都不一样 如同指纹一样 可以用作个人识别 许多小偷在入室盗窃之前 常常把耳朵贴在门窗上 听一听房子里有没有人 所以经常能在现场上发现耳阔的印痕 2A号房门上也提取到了耳阔印痕 经过比对确认是宇杰所留下的 但是最后法官排除了这个证据 因为在爱尔兰 什么证据有效力 是由国会立法决定的 而阔印痕还没有通过立法 所以不具备法律效力 一个多小时之后 讯问继续 卡罗尔说 我们继续开始 现在是二十时十八分 新换了录像带 你的权力和前面说过的相同 你理解吗 是的 现在还有迈克梅根参加 明白吗 我现在给你看编号为SF9和SF10两个杯子 你过去见没见过这两个杯子 见过 在哪里见的 在岳峰家见的 最后一次见到 是什么时间 星期二 星期二你用过这个杯子吗 好像没用过 现在出示胶带 你见过编号为SF7的这个胶带吗 见过 在哪里见的 在岳峰家 你拿过这个胶带吗 拿过 为什么拿它 岳峰说窗子漏风 要拿它沾一下 我拿起来看了一下说 这是什么 出示编号LD71的两个塑料袋 你见过它们吗 见过 出示塑料袋内的东西 老板榨菜四包 中国香烟五包 CD机一台 CD机套 这些东西你见过吗 见过 岳峰给我使我看了 你最后一次见到这些东西的时间呢 你们从我家拿走时 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它们 星期二 你从岳峰家拿走这些香烟吗 是的 你用包把它们装走的吗 是的 岳峰给你这些香烟之后 你什么时间取走的 星期二 你看到录像上 你取走香烟的照片了吗 是的 你能讲一下 3月13号星期二 你的活动情况吗 星期二起床之后 我想去USIT 大约在10点到11点时 我离开家 半路上 我想起我还有东西在岳峰家 当时正好路过他家 我就下车 到他家门口时 我用一把钥匙 打开外面铁门和公寓楼门 用另一把钥匙 打开他家的门 发现家里好像没有人 岳峰睡房的门是锁着的 我推了一把 没推开 我到客厅 看见桌子上有个塑料袋 打开一看 是香烟 榨菜 和CD机 都是我的 我就拿走了 然后我就去了USIT 在那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 我就到麦当劳店里 放下袋子 去了市中心 我约了莎莎 三点钟去买东西 你在岳峰家取东西时 待了多长时间呢 几分钟 到底是几分钟呢 我记不清了 请你继续讲 我们买东西 到将近五点钟 我让莎莎去上班 我一个人去取自行车 然后骑车到麦当劳 开始上班 然后呢 我在夜里12点20分打卡 然后出了麦当劳的门 我让莎莎搭出租车回家 我骑车回家 半路上 我想岳峰他们家 到底怎么了 我不放心 就去了他们家 我打开楼的第一道 和第二道门 把自行车 放在他家后院 我正开他们家门时 听到爆炸声 我愣了一下 等我缓过神来 一个邻居打开门 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一定是出事了 我们刚换了录像带 然后呢 邻居见到我之后 我骑上自行车就跑了 你为什么要害怕 为什么要跑 我有很多原因 请你告诉我 第一 我怕我自己陷入麻烦 第二 是我不想惹事 其实这两个原因是一个 通常这个时间 岳峰和刘晴在家吗 在 你说在你打开门之前 你听到爆炸声是吗 是的 你为什么不敲门 我按了门铃 你刚才说 第一次去时没有按铃 我按了门铃 打了手机 没有人接 你发现没有人 你为什么没有离开回家呢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我常住在他家 有时他们两人不在 我就一个人住在那 请你解释 为什么在你三月十二日 离开岳峰家之后 就没有人再见到活着的岳峰和刘晴了 那是你们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是你们去刑事调查 我见到的他们都是活的 你们知道多少非法入境的中国人 在这里都是黑的 他们在干什么 你们知道吗 我说的太多了 犯罪团伙会威胁我的安全 谁会保护我 那你的意思 是你没有讲尘话 是因为你怕中国犯罪团伙威胁你 是的 你何时买的汽油 我拒绝回答 我们正在进行刑事调查 我们怀疑并相信你就是杀死你两个朋友的凶手 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 证明我是清白的 我不明白你说的你自己的方式是什么方式 请回答这个问题 我自己的方式 就是我自己的方式 是不是你为中国非法移民犯罪团伙 杀了你的朋友 你害怕这些犯罪团伙 我说过 我没杀人 你同意让目击者辨认吗 我同意 但是我要问这个目击人 是不是看到我杀人 你不能问这个问题 因为你说过你没杀人 是的 我就是没杀人 好 最后一个问题 你在星期一 星期二和星期三 去月峰和留情家时 按过门锁的密码吗 我下午去的时候按过 晚上去的时候没有按 因为这个密码在门内 我晚上去时 还没来得及进门 就爆炸了 没法按密码 你知道密码吗 知道 请说出来 2789 我们就谈到这里 警官 能给我一张纸吗 要纸干什么 我要写东西 写什么 写东西 卡罗尔给了宇杰一张纸 宇杰用中文写着 我现在请佐纸金先生 把我写的东西 交给有关当局 在我被警察局定为有罪的时候 我没有杀过人 我是清白的 以下是我的字数 我没有说真话 是我害怕 但是认识我的人 都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以上是我的字数 宇杰2001年3月22日 谢谢 宇杰写好之后 把纸条交给了我 我递给卡罗尔 然后用英文 把纸条的意思说了一遍 卡罗尔记载了他的讯文记录中 卡罗尔说 结束时间是3月22日 22时50分 经过连续八个小时的审讯 在一系列证据面前 宇杰仍然百般抵赖 拒不认罪 甚至多次承认自己在说谎 还扯出什么中国犯罪团伙 来混淆视线 但是从抓他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12个小时 按照爱尔兰法律规定 像约翰这一级的刑事侦察官 有权积压嫌疑人6小时 6小时以后 如果需要继续积压 就要经过分局主管刑事侦察的局长批准 可延长6小时 这12个小时 就是法定的积压时间 警察的询问 只能在这12个小时内进行 此后警方有再多的问题 也不能再询问了 在法定的12个小时 积压时间终了之后 警方要做出一个决定 要么逮捕嫌疑人 要么释放嫌疑人 今天到点之后 警方当即决定 以涉嫌杀人罪 逮捕宇杰 宇杰被带出讯问室 找了一间空屋子喝水 抽烟休息 我和约翰 卡罗尔 一起讨论 讯问的情况 通过讯问 进一步认定了 宇杰 就是杀害岳峰 和刘晴的凶手 我对他们两人说 讯问之中 宇杰不知道门厅里有摄像机 拍下了他三次 进出岳峰刘晴家的过程 当卡罗尔出示这些照片时 看得出来 完全出乎宇杰的意料 在我们中国 这是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在证据面前 即将崩溃的时候 如果此时穷追猛打 极有可能突破 约翰对我摇摇手说 爱尔兰是三权分立的国家 什么样的行为算是犯罪 是由议会立法决定的 警察属于政府 只管执法 对法律没有解释权 对嫌疑人没有定罪权 特殊职业故事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